好,這邊我現在大概就是先用選面的方式 選面 有在錄影嗎? 有,OK 這樣子 然後 這一塊應該也要 所以這樣選 然後再Eyland OK,所以這個我用平面投影 所以我切到這個角度 然後S-Ray打開來 這邊用UV的Projection From View OK,所以這邊現在也投影出來一塊 把他拉出來 然後另外也是這邊 這一塊 Shift 這個 透光 這邊Eyland 然後再來換這個角度好了 開S-Ray 一樣Project From View Project From View OK,所以這一塊 也好了 拉出來 再來是 這一塊 Shift 這邊試試看他的Eyland有多大 OK,剛剛好 非常好 那這邊我現在要做 他其實已經做了啦 我再試試看 Auter加U Quadro 5 RELAX OK,好 所以這也好了 我先把他拉出去 OK 接著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呢 ToEyland 這一塊呢 其實我會傾向於 由上往下投影 所以切到上市圖 就是 Project From View Project From View OK,好 OK 好 那再來剩下的部分 這一塊 這一塊應該也是要原柱型投影 這邊可能先試試看他的Eyland 可以 所以這邊應該也是 你可以看到這邊 目前是長這樣子 這個需要整理嗎 不太確定 Auter-U Quadro 5 OK 這個Quadro 5 好嗎 因為這個其實有個問題 它這邊有個弧度 所以 這樣子好像跟原來的還比較符合 所以這個我不太敢 Quadro 5 這個我把它拉出去好了 然後這應該可以Scale 拉大一點 OK 再換這一塊 然後去Eyland 這個應該也是Scale一下 然後再拉出去 再來 把這幾塊都先處理一下好了 Eyland Scale 這邊這一塊 這邊是Eyland 這個大概不能開X光 這開X光是真的看不出來 切到這裡好了 OK 欸 這邊剛剛做的時候 露了 我現在才發現 加Hi 來 漏了 真是糟糕啊 好吧 我看好了 這個 先試試看Auter加UO 不知道這會不會成功 Unwrap 我就知道它會亂跑 所以這個其實不能這樣弄 這個應該要 這個應該要 我用方塊型投影好了 Cube Projection OK 然後再來做Quadro 5 Quadro 5 Oter加U Quadro 5 然後這個拉出去好了 好 再來是選線 看看 線 果然這是外面 因為現在東西都在外面 算了 先不要縫 再來這邊的面 跟這邊的面 這邊的面都應該是平面投影 所以現在先選面 一邊 兩邊 這邊 四邊 所以這個都是 欸 還有這邊乾脆一次做好了 這分這麼多次做有點蠢 等一下零件我就不做了 我只做到 大概 差不多 等一下還得點名 OK 這邊先 UV Project From View OK 這邊呢 再把這個拉出去 OK Nice 再來這一塊 到 Island 這個看起來 我看一下 這個真的是有問題 怎麼會長這樣子 這個我想想看 UV 原柱投影會長什麼樣子 哇 這不能看啊 所以 U 好了 Quadrify OK 整齊啊 整齊非常好 最後 剩這邊吧 其實這個我覺得方塊型投影也是可以 老實說 我的講義不是這麼寫的啦 不過我這邊現在選面 因為我本來是用切的去把它展開來 我這邊的現在選 Island 我看一下是這樣子 它目前是長 第二個樣子 好 我試試看喔 UV 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這個其實平面方塊型投影應該是可以的 對 長這樣子 對啊 這其實可以 這方塊型投影應該可以啊 OK 然後 這怎麼看起來有Overlap 好像有疊起來的 這個不太合理啊 這這裡為什麼是長這樣子 一二三四 這樣子 這是哪裡啊 好奇怪 Quad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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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屁股這樣 甘中 可以啦 其實是可以 只是 這裡有一些剛剛我拆的 他就把給我又跑掉了 很討厭喔 Altr加 U 我要Default unwrap Default unwrap 所以 看Default unwrap 是這個 Default OK Default unwrap 所以他就沒有亂跑了 沒有亂跑完以後呢 我現在要把它pack 通通都放進去喔 這樣子 全選 然後再來就是Altr加U 我要選的是Pack 所以是Altr鍵 Altr鍵去點它 其實這個剛剛已經做了 做完以後這邊可以檢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U1大概就沒什麼問題了 再來就是要跳出去 它其實應該要標一個東西喔 Altr加U 是不是 Mark Tag Finish 表示說這個已經搞定 搞定 有嗎 這個再一次好了 Altr U Tag Finish 然後再Altr U Isolate 然後這個像這種一條一條的啊 我只講一個就好了 這樣我就不講了 這個就差不多講完了 你 選一個面 像這種一條一條的 你可以看到UV也是拆得亂七八糟喔 你只要這樣選 然後再選這個Island Island 然後再做Quadro 5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這種 就是這種像線條一樣的東西 像是那個懶神的那種東西喔 就是直接選它的Island 然後做Quadro 5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條搞定 有沒有 所以大概都是這樣子 點它 Island 然後再Altr U 再Quadro 5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它那個UV就很漂亮 這個也是啊 Island Altr U Quadro 5 Quadro 5 OK 所以你看它這個圖就是 它旗盤撞圖就完全是正確的喔 在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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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走